这才是真正的绿色玩家 春天来了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到了意大利米兰 看看一个充满春日气息的家 设计师是安德尔和TESTA 今天的这套设计 用来形容春天再合适不过了 一起来看看吧 房间约150平 三室两厅 屋主呢 希望把自然元素引入到家中 这样室内外就可以通过元素来衔接起来 让屋内也能散发着自然的气息 房间内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应该就是客厅了 用了call and sound的绿叶壁纸 望眼望去 屋内墙壁与屋外的绿叶融为一体 仿佛树叶的枝条延伸到了屋内 带来了春日气息 客餐厅之间的隔断 同样也创意不减 绿色的铁翼架混搭着藤边 藤边竟能做隔断 又通透不挡光 美观性功能性兼备 而室内呢 也用到了不少的这样的元素 柳条编织的椅子啦 地灯啦 更好的能将春日的新芽和树枝的概念 引入到软妆中 绿色呢 在整套房子里出现的屏次最多了 像是地面的设计 也能透露出设计师的小心机来 延续了墙面的绿色系 地板则用了绿色的树枝 来覆盖了香木地板 用平滑的弧形将用餐区区分开来 我们来到了厨房区 厨柜沿用了轻轻的绿色 下方柜体呢则用了浅蓝色 这两种颜色都能起到令人平和和沉静的感觉 如果你担心颜色轻条不沉稳 没关系 黑色的台面呢 很好地压低了轻浮感 使厨房变得厚重有层次 走廊区运用了更加鲜艳的草绿色 搭配奶油橘色系的画 既温柔又出挑 从走廊望向不同的区域 门框里可以形成不同样式的端井 你在家中也可以一步一紧了 墙面的老式书架搭配起来尤为的复古 挑选一些精致的摆件和喜欢的书籍 紧领一片温柔可心的读书角 墙面大面积使用饱和度低的莫兰迪绿色 半墙则用了彩色花点壁纸 配上藤条腰线 细节中透露着不平凡 这就像是路边随意吹散着种子 春天来了 在地上开出一般五颜六色的小花来 生机勃勃小巧玲珑 主卧墙面则是精美的郁金香和勿忘我的混搭 选用黑色底 卧室更需要沉稳静谧的感觉 视觉上压低了明度 更像是春末夏初枝条繁茂的样子 横边床头依旧延续了木质藤条的元素选择 轻薄透气 复古的床头柜和红色台灯 足够点缀房间了 仔细看一看 为什么花色壁纸只占了层高的三分之二呢 如果担心深色过于压抑 可以考虑渐变拼色的使用 你看 高处依旧用了浅绿色和白色 头顶上方如果用浅色 这样视觉上就不会觉得空间压抑了 像这里还有一个金属条横跨在卧室上 搭配了丝绒窗帘来遮挡住柜子 软布料则给空间增加了一丝柔美的感觉 美观又个性 主位呢则是这个房间最热烈的地方了 大胆活泼 打开洗手间就像是跳进了一个潘多拉的磨盒中 色彩足以让你每天早晨请来就充满活力 所有的这一切都会让你感叹设计的奇妙 Andrea和Tesda将不同的色彩和元素混搭 将和春天有关的一切元素都留在了这个房间中 如果能住在这样的家中 简直太迷人了吧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祝你一切尽善尽美 屋檐旅行家带你看遍世间美家